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司機金特約 古壇司見 我是司機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施永青先生 師先生,你好 你好 今天是星期四,11月28日 我們比平日早一日拍 星期港股都算不錯 是否因為區議會選舉後 大家的形勢樂觀了 如果從時間上表現 星期一回來的股市是升了一點 我自己覺得區議會選舉 基本上出了結果 令到反對派或建制派 都會認清自己的位置 很明顯,反對派仍然在香港 獲得多數支持 在投票率上的啟示 投票率和得到的席位 其實不是很匹配 得到的席位 反對派有388席 建制派應該是59席 總共452席 反對派獲得8成半分 建制派可謂一敗塗地 如果純粹在席位上 另一方面 得票率 建制派其實不少 都有41.7席 反對派就好像57% 我自己說 因為有一個結果 都派成績表 通常學生讀書 派了成績表就不讀字 因為有結果 所以你看很多之前很激烈的倒路 破壞交通設施 其實就不再進行 其實已經有收割 洪秀也有結果 所以我相信 大家知道自己的位置之後 接下來 有些事情 已經有結果 就不用硬碰 譬如有些反對派要做的事情 建制派如果覺得不太原則性 不太政治性 就讓他做算 人家多數 就要被人家作主 你反對也未必反對 而建制派因為還有41.5%的票 其實不是一個小數 歐洲有些政黨 搞到聯合政府質證 加起來都不夠五成 三四成 已經很多了 所以反對派也要接受這個現實 他是一個相當比例的民眾支持的政團 通常要做一些憲政上的改價 通常都要三分之二 多數 三分之二要66.6% 現在只有57% 57% 更差一點 如果你的對手不是差太遠 你要做一些重大的改價 可能時機都未到 所以他們如果知所行止 亦都會不選一些未必要做的事 這是我認為局勢會相對平靜下來的原因 我覺得建制派當然要檢討 你回歸了這麼久 香港還有這麼多人不認同你 你的策略上 你的統一戰線的定位 是否有失誤 是否將太多人趕到你的對立面 所以我覺得他們要重新檢討 反對派要否檢討 我覺得都有地方要檢討 譬如上次2005年 2004年 選舉 立法會選舉時 又是剛剛23條立法 當日社會已經比較正確 當時他們獲得有60.5%的得票率 這次其實只有 類似情況 但沒有上次那麼高 這次有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是多了很多年輕人出來投票 有一群是新的 有30多萬新登記的選民 這些新登記的選民 好像有48%是18至35歲 是比較年輕的選民 這群人很多估計 不是200分 分分鐘91是支持反對派 在這麼多人的支持下 如果基本盤是六四比的話 你應該取得多於六成以上 才合理 新增一些選民 將他們的投票率 你是不是應該提升得票率 但沒有 是否代表你的基本盤有少少動搖 我自己覺得 反對派要想好 是否在沉默的大多數 就是基本盤 如果多人出來的時候 不一定他實在好 會否勇武行動,令全城關注投票率大增 投票率大增,可能有一部份人 因為勇武行動,而採取不同的立場 雖然量不太多 量不是反對派由多數變成一半 而是影響基本盤的六四比 這也是對反對派以後採取策略,會有所調整 我自己覺得,這場運動經過較量 派了成績表,大家便會根據成績得失 重新作部署 有些地方知道,不是時間做的事 可能會押後 所以我認為,社會衝突會相對減少 是,互平剩下,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應該可以在街頭上的抗爭 起碼讓香港人有一段正常生活,可以悠養身色 即使說冷炒 一個是冷炒 冷炒程度,去到某些位置 暫時只能炒到這樣的程度 不是說要炒多大,便有多大 所以我認為,現在是一個階段 本地的情況,大家可以看好一點 應該說,之前股市做的調整,有相當一部份 是反映社會的不安穩的情況 這個做了一個抗爭,現在可能不需要抗爭 不用看得太淡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所以港股今年,暫時比在A股和美股落後一點 希望本地,比較困擾著我們表現的因素 就慢慢應該可以換來一點 如果說接下來的經濟數字,是不會好 因為服務性行業 之前能夠發展到這麼大 都好看內地的來客的支撐 現在都不會這麼快回來 因為如果有些嚴慕在內地 我接觸到內地人 對這次運動,排斥內地的情緒 他們都感受到 所以短期下來的人不會太多 但陸續會有些恢復 去到某些時候,北京都不想香港 變成一個 一路沒落 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 人口負增長 他不會想見到這樣的情況 去到某些時候,他都會鼓勵人 來香港旅遊購物 問題是如何調校到適可而止 明白 所以整體香港經濟,都會有機會慢慢逐步 穩健反應 如果說數字 第三季不好 第四季一樣不好 明年第一季 可能仍然會惡化 要到第三季初,才會陸續有些起色 但股票通常都比較閒 如果知道年終之後會好 可能不用等到第二季 事件會有表現 明白 今日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生 各位觀眾,想了解多一點 阿斯山的股壇事件 記得密切留意我們的網站 我們下集再見